我们从相熟到结婚 我就像生活在一个无声的电影里边 他从来不怎么主动和我说话 我不是不想主动你说话 我怕失去你 怕说多话你没话说 你这种理由谁能相信 你口口声声说珍惜我 你连孩子都不管 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不是不管 我真的觉得你的管理方式有问题 我们能不能互相吐血上 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孟先生36岁来自吉林 是一名农民 女嘉宾郑女士30岁 同样来自吉林个体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他们说你说过一句话 说你生活在一个无声的电影世界里 对 怎么想到用这个来形容自己的情感状态的 就是我老公在家一天到晚 一句话也不跟我说 不爱说话 不爱说话 结婚多少年了 八年 你比他大六岁是吧 对 追你那会儿 谈恋爱那会儿爱说话吗 还是你们是属于那个父母给说了亲就嫁了 是那个别人给介绍的 刚开始的时候还行吧 现在不爱说话 我就想知道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有孩子吧 有孩子 几个孩子 一个孩子 男孩女孩 男孩 多大了 几岁了 他跟儿子说话吗 也不怎么说 你跟儿子也不说话呀 我也经常不在家 他管你孩子 我管你的手 他不在家的时候你们沟通吗 你比如说他出去了 对 有些人打个电话或者发个微信 总得问候一下嘛 问问 这个你们有吗这种沟通 有 但是我要是不给他发微信的时候 他几乎不给我发 有的时候我个微信微的 他也不说话 完了我试探的就给他发一个红包 但是我一发红包 他还领 就是不和我说话 领红包是秒领 说话从来不回是吧 为啥呀 给红包不要 那跟你说话咋不搭理呢 说话一模不两 你说这些年几乎 你不想说 他没啥态度的话 都没话说了 我的天哪